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本身就是南布人 诶各位观众有听到声音了吗 声音会不会太小声或大声 因为我这边会开 背景音乐 可是只有主台听得到 那如果声音被盖掉的话 跟我说一下我怎么再调整 那画面的话准时会开 然后就开始画 所以现在只是先闲聊一下 對啊 如果實況台不ok的話記得反應一下我這邊再調整 先測試聲音 今天不知道會有幾個人來 不知道大家來過年 對啊很多人都在過年啊 因為過年的時候應該是比較少用網路 那個以台灣人來說 因為通常回去的話都是回長輩家嘛 那會用網路的長輩其實就比較少 所以有可能家裡的電腦沒有這麼好 或是說根本就沒有網路 沒什麼在用 對啊 所以應該有不少人都還是住家裡吧對不對 對啊 所以林行你本身就是念書就是住學校宿舍嗎 我是住外面 自己租房子嗎 對對對 不過其實 租的那個地方就 那整棟就幾乎都是學生啦 學生宿舍嗎 是不是 就是類似對啊 因為就在學校旁邊而已 就外面的那種宿舍 那你大概多久回去一次 就是回家裡 就是父母家裡 喔 因為 嗯 算是 嗯 算不是台北 但是因為也是北部 所以 我媽當然是 能的話 就是希望我每個禮拜都回家 喔 對 她是希望我每個禮拜都回家 每個禮拜 那你真的有每個禮拜回去嗎 對啊 大多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 因為我們 我們是蠻方便的啦 因為課運可以直達學校 所以 就是 來回是方便的 喔 所以你在 應該算是學生宿舍嗎 就是都是同校的嗎 還是所有其他學校的人 嗯 基本上都同校的 不然就是有一些是 嗯 好像原本就是住在那邊的一些 可能 在學校工作的 阿姨 或是 伯伯之類的 對啊 喔 所以你有打算說 就是 將來畢業之後 就是 繼續住那邊嗎 還是說你就自己 搬出去還是說 回 回家找工作 應該 應該會先回家 再決定 因為 那邊真的其實 並沒有很方便 喔 因為我們學校在山上 所以 在山上 對 如果是 真的要在那邊過活的話 其實 很難啦 那你之後會有想說去台北工作嗎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想要 就是 在台北工作 這樣子 喔 反正就是先畢業再說嗎 對 嗯 可以找一點規劃 因為 其實也快畢業了 對啊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年嗎對不對 你現在在準備那個專題齁 對 已經開始要準備 嗯 就 忙完那一整年之後 其實就差不多要找工作了 對啊 以我的經驗來說 大概就是這樣 呵呵 接近修羅啊 嗯 那你有打算要繼續升學嗎 或是說 考 教 研究所之類的 嗯 家裡有沒有那個聲音 家裡有沒有希望你繼續念書 他們 他們基本上是看我啦 但是他們當然希望說 如果 我沒有什麼打算的話 那就 至少要有個 就是 目標 或是有個 規劃啦 對啊 嗯 那家人 基本上就是看我自己 所以家人知道你有在開實況嗎 喔 有啦 不過其實他們還是有點 並沒有很明白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嗯 所以 他們 他們其實對實況也不太了解齁 對不對 就是 也不清楚說將來開實況 可不可以靠他來 養活自己 他們其實也 對啊 都不清楚 嗯 這的確是 不過 之後應該情況會好一點的 因為 我看到現在實況 越來越多人在開 然後 嗯 有名的實況主也越來越多這樣 嗯 嗯 對啊 如果是說要開實況的話 其實他又跟一般的工作就 比較不一樣了 嗯 對啊 因為畢竟是在網路上的 嗯 如果是網路上的工作的話 其實 嗯 就跟 一般的SOHO族差不多 對 以我現在的感覺來說 那之後實況會不會 變成一個很熱門的工作 其實 嗯 我是覺得有機會啦 嗯 因為畢竟 對啊 畢竟已經像 像是 一些有名的實況主都慢慢出來 然後 上節目啊 之類的 那其實是 接案子之類的 對啊 其實是 蠻有 廣告效益的啦 因為以台灣來說 嗯 實況算是新的東西 嗯 可是 嗯 就如果是看 國外的話 其實 實況 很多人是把它當成 工作 就是 其實也可以把它當工作啦 那 嗯 當然那個競爭就 相對的 比較 激烈 對啦 因為競爭的人多嘛 嗯 因為 因為我們看到的 都是一些 TOP級的 所以 你會覺得說 哦 對 他的人 人氣都是那種 兩三百萬的那一種 那像台灣剛起來 嗯 比較多的就 菜阿嘎吧 嗯 好像就是 嗯 然後其他的人好像都 一二十萬 可是 以一二十萬來講 對我們來說是 很驚人的數字 可是當你去看 國外的話 他們是兩三百萬這樣 齁 就是一個 一個影片 就勝過 我們所有的 點擊率這樣子 嗯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實況這個東西 其實還蠻有潛力的 因為以國外 看起來 我是覺得 還蠻有潛力的 只是現在 嗯 可能還要需要一點時間吧 因為很多長輩 不知道實況是什麼 嗯 畢竟其實 國外好像 蠻早就有 開始實況 這種 這種活動 嗯 所以可能就是 他們做的比較久 長久以來 所建立起來的吧 我覺得有一部分 可能也是 他們的教育吧 因為 以美式教育 國外的教育也是不太一樣 對 國外的教育 跟台灣教育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鼓勵 去嘗試新的東西 可是台灣的話 其實 還是有一些長輩會希望說 嗯 孩子就多念書 然後學位越高越好 我相信還是有 雖然現在有比較少 就至少要大學畢業什麼之類的 對啊對啊 可是以我 以我看起來其實大學畢業之後 找工作也沒有 比較好找 甚至 念完研究所之後 其實 嗯 還 還是不好找喔 即便是博士 真的 嗯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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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 雖然我身邊的朋友其實博士 沒有 可是 教授 也沒有 但是 嗯 像是那個 研究所畢業的還蠻多人的 但是他們也是 唸完之後 就是找一般的工作 而不是說 就是研究所相關的 繼續走那條 嗯 就是很多人是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因為台灣 需求量沒有這麼大 嗯 真的 我覺得台灣其實 要發展一些比較特殊的 領域的話好像真的有點難 嗯 可能還是需要再 花一點時間吧 因為有很多人是 對性的東西會有點恐懼啊 我相信長輩一定是更恐懼 因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邊忘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會說 多念書 然後 那個學位考高 就是那種 學位越高越好 所以他們會盡量 嗯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去考研究所 可是 考完研究所之後 不然就是念什麼醫學大學啊 之類的 嗯 其實念醫學很 我覺得相信很多人都很想要自己的孩子是當醫生啊 可是 偏偏你要能當醫生的又不多 因為真的很難考 嗯 因為 因為當醫生不是說要有興趣喔 你 那那個 你要花的時間跟成本 不知道是 呃 開實況的好幾倍吧 可是這樣比喻有點怪怪 因為那完全不是實況 嗯 因為我身邊其實也有一些 醫生朋友啦 但 呃 不是任何人有辦法附和的 所以你說 考上醫學院就 嗯 就 比較好嘛 其實不一定喔 像 我之前問過 我爸 因為我爸以前是 是那個 獸醫 他去考獸醫 可是之後他去當老師 嗯 其實如果 如果是醫生來說 獸醫其實也不錯吧 因為 其實跟醫生 做東西差不多 可是 嗯 可是沒有辦法適應啊 嗯 因為那個 那個工作變成是 雖然不是對人 可是也是對 對動物 那 以醫生來說其實 會看到很多 呃 那種 生理死別 嗯 光是獸醫就是這樣子的 那更何況是 人的 人的 其實 不要說就是 想要當醫生 那其實當完醫生之後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需要 去適應的 只是我們都看不見 對啊 這是體外話啦 不過我覺得 實況來說 就應該是 比較自由了 因為就是 可以實況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啊 對 所以我相信 可以照自己想 想呈現的 對啊 對啊 雖然我相信也有醫生在開實況啊 可是 可能會比較少 因為 因為通常自己的本 本行 就已經 嗯 花很多時間了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時間 再去開實況了 對啊 那樣就有點太強了 呵呵 我相信也是有啦 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 嗯 因為 以實況 圈來說 其實會去注意到的實況主 通常都是 比較 有 個人風格的 嗯 然後 嗯 其實聊的東西 不一定說要很專門 其實 我們想要 就以我來要看實況來說 嗯 我最主要是看輕鬆的 嗯 所以不一定說 看他的台 就是要學什麼 就搞不好就是看他們 呃 講一些五四三的這樣 其實這樣就可以成為 滿有名的實況主 就是以我的觀察來說 可是 那個也不容易 因為 因為開實況跟 一般的工作不一樣 它有點像是 藝人吧 嗯 就是有聲音的藝人 公眾人物 對啊 然後 然後 我相信 就是以前 以前的人 會去聽廣播 那 現在 現在的 生態其實有點改變了 其實 開實況也 有點像是在 聽廣播 只是 它有畫面 那每一個 現在好像比較燒廣播了 齁 可是好像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 可是以我的經驗來說 其實我是 就是 廣播 我以前還蠻常聽廣播的 但是 自從有實況之後 其實我是把實況當廣播來聽 就是那個 那個習慣有轉變 所以我相信 其實有很多台灣人 也是這樣慢慢在變 嗯 嗯 所以我是蠻看好實況這個圈子啊 嗯 因為 如果 收視習慣改變的話 然後再加上說 嗯 那個 電視節目啊 其實 也慢慢在變成 因為像那個 台灣不是已經變成 電子 電子化 電子化 那個叫什麼 就是要裝一個 那個什麼機 只能看電視有沒有 然後有 有一些選單 你要自己選這樣 什麼 電 電視 段還是什麼 什麼機上盒 對不對 呃呃對 好像類似的東西 反正一台的東西 可以直接 因為像 那個 那個東西其實在日本已經走很久了 那 嗯 台灣是最近啊 像日本其實 有一些 就是 就是你不用再等它那個時段 你有一些 喜歡看的頻道 你就 你就選來看這樣 就有點像我們在看YouTube頻道這樣 嗯 所以我相信這一塊有可能會結合在一起 因為 以現在的YouTube來說 就是 我相信他們也是慢慢的把 一些頻道跟 你說結合到電視上 對對對 有可能啊 因為其實以實況來說 像是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想一下 麥卡貝啊 它 不是有一些 那個 布景嗎 其實以 有點像節目 所以我相信其實 之後可能會在電視上看到 如果他們這樣繼續走下去的話 因為 收視習慣會慢慢轉變這樣 嗯 好 其實 台灣九點了嘛 我開 我開一下畫面 好 我先開一下畫面 好 那我就先開始好了 嗯 那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雙實際 那今天 邀請到的來賓是菱形 來 打一下招呼 來 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菱形 要不要 要不要 多一點自我介紹呢 因為你本身也是實況主 對不對 多一點嗎 多一點介紹 對啊 像譬如說 譬如說你為什麼會開實況啊 那 今天 呃 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 就是受到邀請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跟你第一次碰面 其實就是在連Party上面 對對 在連Party 其實我們彼此都不認識對不對 那時候 對 就是我不知道你是 實況主 那你又不知道我是 對 有在開實況的這樣 對 我只是有 有聽過 聽過你 但是就是沒有實際的去 對 接觸到 對 沒有實際的 就還滿不錯的 因為剛好有這個緣分 然後在連Party上面認識啊 真的真的 那其實那個時候也聊了好多東西喔 因為我那時候是 雖然我是說我是實況主 可是我跟一般的遊戲實況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是開 繪圖實況 繪圖的 對對對 那 你本身也會畫畫嗎對不對 對 其實也滿喜歡畫的 那你之前為什麼會想要開實況呢 嗯 其實是因為 一開始是 是自己有在看實況 就是 其實我也忘記我什麼時候開始看實況的 但是 一開始差不多就是看 像阿神啊 蘆蛋那些的 那 因為 平時都在看他們 所以其實會想多找一些 不同的實況主來看 因為那時候就 他們就是還滿 還滿多人看的嘛 滿有人氣的 嗯 那 後來就是 嗯 算是 無意間 知道了一個 叫娘娘的實況主 然後 就是去看他的實況之後 覺得他很有趣 還滿可愛的 然後 所以就開始 關注他 然後 結果我就在一個 還滿 一個機緣下 我們兩個就認識了 然後 我就開始覺得說 覺得看他實況很有趣 然後 大家也都看很開心 就還滿喜歡 這種跟觀眾互動的感覺 嗯 所以就 也想要去試試看 因為其實還滿喜歡 跟 就是 就是看大家這樣子 跟大家聊天 然後或是跟大家互動 那種感覺 所以 那時候 看到娘娘是 他那時候也是開實況 就是 遊戲實況嗎 對啊 對啊 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 Minecraft很 就是剛開始 就是剛開始 就是 就是 紅起來的時候 然後就大家都在玩 Minecraft 那時候 那個時候是 賈斯汀還在嗎 喔對還在 還在嗎 很久了 我跟娘娘認識有 兩三年了 喔 那其實 那你是 嗯 開實況已經多久了呢 就是 就是差不多 那兩三 欸是什麼時候 嗯 嗯 欸 一定要講的話 因為一開始是 其實是開twitch的 嗯 我一開始是開twitch 然後那時候開好像 我只記得是十月的時候 應該是 我猜一下喔 因為我真的有點忘記自己 是去年的是嗎 還是說 就是已經有兩三年了 就是已經有兩三年了 喔 所以是 也是開一段時間 對 那 那 那你那時候 在 開遊戲實況的時候啊 那 你是 也是 剛接觸minecraft嗎 還是說你minecraft 已經是有完一段時間 然後之後才 想要開實況 呃是有完 呃 剛開始玩 但是 就那時候 就已經有開始 想過實況的事情了 呃 所以是 完了之後 才想要開實況 這樣 完了之後 不會欸 在玩了 在玩之前 就已經想要開了嗎 因為 因為不是 因為不是那個 動機不是因為那個 minecraft 啦 動機是因為就是 就是因為看了 娘娘的實況覺得很有趣 所以才想走走看 然後才藉機覺得說 剛好現在就是 Minecraft還蠻 還蠻就是風潮還蠻大的 所以就 那時候就直接從Minecraft下手這樣子 那那你還有接觸過哪一些遊戲呢 剛開始的話就 Minecraft居多 那因為其實剛開始當實況主的時候 其實本身並沒有接觸到太多的遊戲 然後所以後來才試圖去 看一些 就是去找一些RPG來玩 因為RPG對我來說我覺得還 比較能去實況 因為我不太會玩那種 動作遊戲類的東西 所以你比較喜歡玩靜態的齁 就是比較靜態的那一類型 或者是解謎類的東西 對啊 解謎喔 對啊我那時候其實 在LAMPARTY上面有 聽到解謎 其實 我其實玩遊戲 最不喜歡玩解謎的 因為 玩遊戲對我來說是放鬆的 然後 如果 還要在 花腦袋在想東西 其實我覺得玩遊戲 變得 有點壓力 這樣 對啦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這樣 壓力還蠻大 尤其是可能 大家都 正在看著你剪 然後明明大家都知道要這麼剪 然後你卻剪不出來 然後你就會開始 明明就是 那樣 他就會開始教你 可是 你卻聽不懂的時候 就真的 壓力還蠻大 他那個算捏他嗎 因為如果 你在卡關的時候 有那個 觀眾一直在 因為那時候 有一次我有開台玩一款解謎遊戲 然後 那時候就是有一關 解謎 我一直解不出來 然後 就有人開始教我 怎麼解 不過他是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教 但是我卻一直聽不懂 那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當下真的 解不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沒關係 但是如果是直接 捏我那個遊戲的劇情的話 我比較在意啦 喔 遊戲劇情的部分 對 因為我比較在意劇情 對 解法我是還好啦 除非是真的我自己解不出來 那現在 遇到這種狀況應該是比較少了吧 因為你 你還有再繼續玩那個 解謎的遊戲嗎 你說解不出來嗎 對對對 還有沒有這種狀況 就是解不出來 然後 然後觀眾都已經 看到就是已經 一直在教你 就是要怎麼 要去哪 那樣這樣 還是一定會有 只是 呃 只是可能因為台延遲的關係 在他們說 怎樣怎樣的時候 我已經解釋了 喔 對 所以就覺得還好沒關係 因為有時候 我在看實況的時候 我也是蠻喜歡看一些 實況主在卡關 然後 然後 他們哭到嗎 對啊因為 看他們就一直多圈子啊 然後 他們又 不得不聊 說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那時候會比較有趣 因為 因為他被迫要去想話題 因為沒有沒有新的東西嘛 然後一直卡在那邊卡很久這樣 對對對然後就要開始一直 講一些話題然後邊解 嗯 有些實況主是 很像你腦袋心都越亂 有些實況主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 才會讓人想要繼續看下去 因為他講話很有趣 呵呵呵 那 因為 剛剛一直在講那個 遊戲實況的部分嘛 那你因為有本身 本身你有在 畫圖嘛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把畫圖這一塊跟實況做結合 算是有啦 但是 還沒有明確的想 就是想好說到底要 怎麼去結合 因為 其實我想過很多很多 的方式 或是想要呈現的東西 可是可能覺得就是 用出來自己還是不太滿意 或是弄得不夠好 所以就一直沒有 去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喔 所以你目前還是以 遊戲實況為主了 對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 PO一些自己畫的東西 那你在 畫圖的時候啊是 沒有辦法開實況嗎 就是沒有辦法專心是不是 就是 如果要開繪圖台的話 其實可以啦 也可以嘛 其實還是可以 對 只是 就真的還蠻少 畫電繪的 因為我其實 比較 比較會畫手繪的東西 所以是手繪專門 那電繪是還沒有練習過 對沒有沒有非常熟識的練習 這樣子 嗯 那你在 畫圖你大概畫多久了 還是從小就已經有接觸了 其實從小時候就有接觸到了 就大概小時候就還蠻喜歡 動筆畫畫這樣子 嗯 那你第一次接觸是 以那個 插畫嗎 還是說你 你是一開始就畫漫畫 因為 小時候當然就是 很小的時候還 還是那種很 那種大概五歲很吵的時候 那種小孩子 所以那時候畫的東西大多都是一些那種 比較隨性的東西啦 當然也有畫人啦 畫動物啦 或畫風景什麼東西的 就是什麼都畫 小時候比較 就是 會畫比較多東西嘛 就是會想比較多 那那個時候你還記得你最喜歡的作品是什麼呢 小時候嗎 對啊對啊你那時候還有印象的時候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在畫圖是 先畫自己喜歡的動漫 動漫啦 然後 然後 就先從那個 那個 那個時候開始練起 喔你是說從 就是喜歡哪個 作品之類的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 會自己想要畫嘛對不對 你還有印象嗎 以前 以前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開始喜歡畫漫畫 因為那時候就是國小 女孩子就開始會看一些 少女漫畫 像以前不是 現在還有啦 就是那個 夢夢月看啦 以前小時候超愛看 那那時候就是 對那時候就特別喜歡看那個 總村有菜老師的畫 對啊他的漫畫 因為 總村 算是 對他算是還滿 還滿經典的少女漫畫組 有有有 他的風格真的是很經典 就是 就是有很多那種外星人比例的 對啊 眼睛很大 偏偏偏就是 對啊小時候就是 就是特愛他 然後所以就是從他開始 就是畫一些那種少女漫畫 喔 所以你以前的風格也是 縱 縱村老師的風格嗎 對對對就是從他學起的 喔所以 所以你現在也會這樣嗎 就是眼睛都畫的大大的 不會不會不會現在眼睛就看小小 但是有時候還是 還是就是會 不會抓的那麼大啦 對啊 不會這麼誇張 因為我覺得有 有一些 人家喜歡的風格 就是會學著 那種當紅作品慢慢改變 所以 所以現在畫那個 總 總村有菜的風格就是 其實沒有沒有這麼像以前那麼風靡 就是人家會覺得說你已經畫好大 因為受到新的作品影響了這樣 眼睛超大 因為 因為如果現在 畫比較 比較大的啊 其實有好多作品喔 因為也是有畫非常大的 可是 已經不太像那個 總村有菜這樣 這樣風格 對其實現在少女漫畫有很多比較 就是 比較清新的畫風就是沒有到這麼 這麼華麗然後 眼睛這麼大顆 閃爍的那種了 對啊 其實到國中的時候我畫風有瞬間 大改變 因為那時候迷上火影 火影那時候就是開始 開始紅了嗎 對差不多吧 然後 那時候就迷上火影忍者之後 畫風整個大變 就是變成 就是 就是變成火影忍者的畫風 喔 那個 那個時候 就是 最開始的 那種 算是初人還是中人 中人考試吧 就是那個 明人跟 佐助街舞那一段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飛起來 飛起來嗎 那時候 可能 因為國中的時候 我 我對這個部分 還沒有 還沒有很大的接觸 所以 那時候我根本都還不知道 就是 就是變成什麼 所以那時候 並沒有太大的感觸 就只是覺得好笑 喔 但是現在回頭看的話 會覺得 就覺得 這樣子 你知道嗎 感觸兩多 會激動吧 感觸兩多 因為 因為 那個時候還真的蠻好笑的 第一次看到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接觸到 那個 所謂的 變成火影忍者來說 不過那個時候是 以火影忍者來說 那其實 也不像BL 那純粹就是意外 喔 那個 其實 其實沒有特別要表達什麼東西啊 只是把它當一個 一個橋段這樣 可是 現在我相信有很多作品 如果是這樣 這樣做的話 其實人家就蠻 認為那是BL漫畫的 對啊 不過你會高興的 那個 飛翻 就是真的 跳起來吧 喔 那 那個 所以 你 因為所謂的BL是男男嘛對不對 那 女女是叫 GL 因為我的理解應該是沒有錯 那 那你們在看到 所謂的BL橋段啊 你們是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就是 就是把它當作 因為 因為 我覺得男生跟女生 其實比較不一樣 其實男生有一些也是 會看 GL嘛 那 女生是看 BL 那我相信感覺就是 不太一樣 我不知道 感覺是不是一樣 因為像我來說 我看 我看GL 其實 我相信 有很多男生也喜歡看啦 就是GL 這一個 那 因為 因為BL的話 其實 對男生來說 其實 會 有辦法 接觸的 男生其實比較少 因為 我相信 比較多男生是 比較喜歡 GL這樣 女孩子跟女孩子 對啊 那你本身看到 那你會排斥 是GL嗎 嗯 是不會啦 可是 就是有一些 GL就是會把女生 畫的特別 萌細的那種 我就還好 那種我不會太喜歡 但是如果 就是 因為我真的很注重劇情啦 對 所以就是如果 他 那部分內容劇情是真的還不錯 蠻有蠻有劇情的 那我就會喜歡 喔 我懂了 因為男生比較 重視動作 欸 以我的觀察來講 對 動作片嘛 那 女生是比較重劇情的 這個我有聽說過啦 所以我是覺得 欸 如果 不管是 不管是GL或是BL 只要劇情好 女生都吃 那 嗯 我的感覺是這樣 那 像是那個 那個如果是 動作的話 其實女生 喜歡的就比較少了 那 因為 有可能是這樣 因為這個我也不清楚 就是以我的 感覺來說 因為我 我比較喜歡看 動作的 呃 呃 不 我不是說那個啦 就是 比較 那種 打鬥系的 喔不是 我知道 對對對 我 我不是說那個 愛情動作這樣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說 我看到聊天室啦 喔你看到聊天室喔 大家開始講我跟 艾倫 對對對 你跟艾倫怎麼了嗎 就是 這是巨龍嗎 沒有啦我跟她是夫妻關係啊 蛤你們結婚喔 對啊 那是 那怎麼沒有 沒有發喜帖 因為 有一陣子了嗎 喔 好 就多 真的喔 是什麼時候的事啊 是在我 練Party之前嗎 很久啦 我們可以先撇開這個話題 沒關係啦 喔喔 因為 因為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在 那個 臉書上面會PO自己的 呃 那種 那種什麼 人 人際關係嘛 然後有一些人是 勾 已婚 然後勾已婚的人 我又覺得很奇怪 他是 他是 同一個 創作圈的 是真的就是已婚嗎 還是 對 我是看是同一個創作圈的 可是看起來又不太像是 是 那現實上的夫妻關係 就好像是打打鬧鬧的那一種 所以是那種關係是不是 現在很多 很多都 都這樣玩啊 對啊 因為還蠻有趣的 因為像我 我有一些 有在關注的一些 創作者啊 他們就是會 嗯 會有 會有一些 那種 人際關係 他是勾那個 已婚 可是 已婚 可是 對方 並不是現實上面的 那個 另一半啊 就是會比較有趣啊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納入 創作啊 因為有很多話題 畢竟網路上面的人 網路上面有很多東西是不能相信啊 這以現在 現在 對網路嘛 來說因為網路實在是太 因為是說太方便還是說就是太 太速食了 因為像 像以前那個 那種狀態 就是已婚狀態其實 呃 人家是蠻認真去看的喔 就是你如果有已婚就有另一半 有一些啦 對啊 然後現在的話其實 呃 即使勾已婚 人家也會懷疑一下說你是不是真的已婚了這樣 因為網路太方便了 因為網路太方便了 太多都是 呃 就是 就比較像是 因為我 因為我那時候有看到一些 小孩嘛 就是他們 沒有辦法去分辨說什麼事情是 可以講了什麼事情不能說的 喔 再來 網路上有一部分就是受到影響嘛 所以他們有一些話其實說出來 呃 對 一些人來說其實是很刺惡 呃 可能 可能這樣比 比例不太正確 譬如說 呃 那個 PTT你知道嗎 PTT 有很多人 稱呼台灣為鬼島嘛對不對 你知道嗎 那其實現在 就有很多小孩子 就覺得說 台灣的名字就叫鬼島這樣 那其實是 對 對某一些人來說其實是 非常 不尊重的 對 因為以 以鬼島 這個名字來說 因為人家是覺得那是開玩笑 可是對某些人來說 覺得那是 對 你是不尊重他的國籍這樣 所以有很多小孩子是沒有辦法辨識這個的 因為網路實在 就是 人家開 對人家開玩笑已經開得很自然的時候 然後小孩就把他當真了這樣 嗯 嗯 就是 對啦 題外話啦 因為小孩子 對啊就是小孩子沒有辦法去判斷 所以看看就好啦 像那個BL GL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 一種創作 但是 有沒有辦法 對那些真的就只是創作 對然後是不是真的有把他扯上一些什麼兩性關係的話題啊 我是覺得就看 就看個人的成熟度了吧 因為有一些人是可以把他幽默帶過 然後有一些人就是 對 開玩笑也不像在開玩笑這樣 其實是很不尊重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環境 才會讓很多小孩子沒有辦法抓分寸 就是以我的感覺來說這樣 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會耶就是 就是有時候 可能人家 是開玩笑 說說 可是可能 就是聽來的感覺就是 就是不太好 或是感覺就是 你好像其實就是 講真的是這樣 這樣 好 之後要開玩笑 還要再注意一下 對啊 其實 其實還是要啦 不過有一些 可能 有一些玩笑 就是為了避免一些 恩 恩 紛亂吧 或是 對啊 其實會不會開 有沒有辦法開玩笑 其實 我覺得還是要 因人而異 因為有些人是有辦法打原場 然後有些人其實 還沒有那個能力 然後就已經在 在隨著那個 風氣 在這樣 開玩笑 其實 我會這麼想是因為 其實有一些 實況主會遇到 那個觀眾的一些問題啊 其實 他那些問題 其實 很不恰當 就是非常不得體 不得體的 一些問題 可是在網路上面是 很常看到 可是我們 我們其實是有辦法分辨 是 那些問題其實 是 很不禮貌的 可是有些 小孩子覺得說 那個是 理所當然的這樣 嗯 就是 我在看 因為我在接觸 實況之後 看到了一些問題啊 那我相信 這個問題還是會有 因為 因為有很多人是 沒有注意這一塊這樣 因為我相信其實有很多父母 嗯 也不知道實況會 會這麼龐大 因為小孩都在看 所以他們不會教 對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是覺得跟 如果 父母知道實況的話 他們 或許可以分辨哪一些東西是 可以學哪一些不能學的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實況主 就是開玩笑他們開得太自然了 然後有些人以為那是可以開玩笑的 對 對 這是我的感覺啦 但 嗯 我還是鼓勵就是 對實況有興趣的朋友 就是 可以開實況 然後 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 因為 被炮理所當然 因為 年齡層都不一樣 對啊 那如果 大家有什麼不舒服的 趕快講喔 像我剛才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也是我自己的感覺啦 那 我還蠻希望是 有人反對 個人想法 每個人想法都不太一樣 畢竟我是 開 實況嘛 就是開 就 畢竟我是這個台的實況主 那我希望說 這個台就是 for 我個人的聲音 這樣 那 有不妥的東西 我當然還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給一下意見啦 嗯 可以說出來 那像 零星你在開實況的時候 你 通常會 聊這個東西嗎 還是說你都針對遊戲 嗯 大多是針對遊戲啦 因為畢竟遊戲中嘛 那 可是如果 中間 有什麼 空閒的時間的話 會盡量就是 讓大家能夠 就是 一起聊天 就是他們 就是會盡量讓他們 就在聊天室可以 提問 或是 或是發問 或是 提起一些話題來聊天 那沒有的話 就會自己提一些 可能今天發生什麼事 或是 在開台前有 發生什麼事 就是會自己提出 一些事情啦 對啊 對啊 喔 那因為 講到今天發生什麼事啊 因為台灣 現在還在過年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才出山而已 那 你在過年的時候 就是 呃 該怎麼講呢 你在過年有 有沒有發生一些 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 你長輩 問你一些問題啊 就是 已經是 去年問過了 然後他們又再問一次了 那一種問題 有沒有再被問到 最多的話 當然就是問現在 多大啦 幾年級之類的 那有沒有 被問到說 有沒有男朋友 有啦 有啦 只是可能說 欸 什麼時候 就是 有沒有在學校 被很多人追啊 什麼之類的 這種話 其實我是聽你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每次 在 在 我每次回家過年 他們一定要說 有沒有男 有沒有女朋友 啊不是男朋友啦 不好意思 口誤口誤 口誤 口誤吼 口誤吼 有沒有 口誤口誤 女朋友吼 沒有錯 如果 如果被問有沒有男朋友 又開始畢業了 我就這樣 沒有我相信 我相信其實 家人如果不這樣問 他們也 想不出什麼問題 可以問啊 對啊 他們其實真的就是 因為 不知道我們現在 都在做些什麼啊 所以才會提問一些可能 比較像是 他們就是 只能問這些問題啦 對啊 其實我是覺得要珍惜啊 因為像有一些 呃 有些人是沒有辦法回去的 就是在國外工作的 要不然就是 在很遠的地方工作 沒有辦法回去 他們連這種問題都聽不到喔 所以你們要好好珍惜喔 對啊 就是如果被遇到這個問題 對對對 對了雙十 對請說 那個啊我想要提一下 現在就是我人設法 頭髮沒有這麼長 沒有那麼長嗎 我跟你講一下 好我再縮短一下 對對對 對因為 如果提到 提到人設的時候 你這個 你人設是 是自己 創造的嗎 還是說你有請 其他會師幫忙 算是 對啦 是自己創造 但是剛創造出來的時候 其實 沒有非常詳細的去 設定它 只有外貌自己有確定而已 那你為什麼會 長度差不多到肩膀而已啦 到肩膀而已喔 好好修一下 那你為什麼會 你為什麼會 想要把自己的名字 取為菱形呢 喔因為 其實硬要說的話 真的是因為 以前在網路上 就是所使用的 暱稱 剛好有菱這個字 那 那時候在想 實況名字的時候 其實想要想一個 比較簡單好記 你看那時候 這是什麼 阿神啊 滷蛋啊 老皮之類的 我就心裡想說 其實這些名字很多 都很容易會撞名 可能 也有人叫老皮 或是也有人叫阿神之類的 然後可能網路上 就會起一點爭執 所以我是盡量 找那種 可能 不太會有人去 然後又 蠻貼近我的那種名字 所以就從 這個零 剛好想到 欸這個零也是菱形的零 然後剛好菱形也算是一個 還蠻特別的形狀 我也蠻喜歡的 所以我就 我就用這個名字了 喔 所以你當初其實有 先 思考過在想名字齁 因為像有 有些人其實 對 沒有特別想過就取了 所以有很多是撞名的 像譬如說一些飲料名字啊 吼 這個 這個我不提是誰啦吼 因為其實還蠻多人的 然後像是一些食物的名字啊 其實你會想到的 呃 對對對 但除了 乳蛋是例外啦 因為 有開台 那時候叫乳蛋就一個人 對然後現在其實 實況主要越來越多 是真的很容易撞名 對啊因為像是 網路上的 暱稱 其實也是一門 學問啊 我這樣覺得 因為要怎麼讓人 留下印象 對 可是要留下印象 可能有一些又真的取得還蠻 還蠻中樂的 像什麼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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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名字很多布袋系都有啊 出去 就是 對啊不然就是像那種國外 就是飲料群都很像 外國名字 比如說什麼 呃 薩托斯 然後什麼 馬拉 那 薩迪斯 好薩迪斯 沒有啦那是 爐彈的啦 沒有啦 那個 呵呵 雀巢也是嘛 喔有人提到雀巢 哇其實很有台灣味欸 因為 想要雀巢前面就會接一個台灣呢 其實有一些名字 他全名就是台灣雀巢 對啊其實有一些名字還蠻有趣的 那 我我覺得 就是如果有興趣開實況的朋友 目前沒有 還沒定 還沒定名字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好好思考一下這一塊 對 對啊我覺得因為真的其實 網路上名 就是這種網路名有時候你當你成為公眾人物的時候 就是 名字如果有跟一些人撞名有時候會起一些紛爭啦 在我看來 至少我 我經歷有 遇過一些朋友就是有這種狀況 可不可以舉例呢 就是如果撞名的話 撞名就是 可能 有的 有的是可能 我朋友他 已經在網路上就是 用這個名字 出來很久了 就是已經 已經算是有一點 名氣或是公眾 公眾人物的那種 狀態了 那可能有人他也是用這個 逆稱他就會說 他 也用這個名字 用很久了 然後 就有人可能會說他的名字是 學那個 公眾人物的 他就會覺得很委屈 他就會來講 可是反被 就是被大家 圍巢 那我其實覺得 這種現象真的很不好 因為其實 人家 用自己的逆稱也是 自己用開心的啊 只是就是 就是不小心 就是剛好跟一個 公眾人物 一樣 然後結果就被圍巢 我覺得這種 就是這種現象 其實真的不太好啦 對啊 我覺得有點像 網路霸凝 因為 因為 因為你如果是 重複的名字的話 人家一定先去 從那個 人氣去評估 人氣越多的人 當然就是 就有點像是在 護航啊 我這個感覺 就是你粉絲越多嘛 當然就是會去 護著自己 認識的實況主 那其他不認識的實況主 就是 就是排外啦 就有點像排外的心態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自然的啦 那如果要 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壯名也沒有關係 那就是 對 其實壯名沒關係 我是指說 你就要試著超越他的人氣這樣 然後讓你的粉絲越來越多這樣 其實也是一種動力啦 但我是覺得這個 不要體驗到比較好 因為 因為如果 我名字取不好真的 有很多麻煩 對啊 所以我才特別想過這樣 當然我是覺得如果 如果壯名 真的困擾很大的話 其實 我是覺得 一開始就先 取名的時候 就先想好會比較好 當然如果 不想換名字的話 就試著超越他囉 當然這樣子 對 譬如說你今天 就名叫叫 魯蛋好了 然後 你就莫名其妙 就衝到了一個 也叫魯蛋的實況主 那也就試著超越他吧 雖然有點難度 嗯 嗯 對 是有點難度 是有點難度啦 對啊 然後 我這邊 我這邊聽到一個問題 就是雙食跟節日壯名 呃 所以我不叫雙食 我叫雙食記 對啊 所以網路上面其實很容易壯名 雙食記 對雙食記 雖然我的暱稱跟 雙食節沒有關係 因為這是有淵源的這樣 但 其實 其實我相信啊像是 一些節日名職的實況主啊 像是那個星期天啊 他也很有名啊 可是人家講到星期天 對啊 就如果是有在看實況的 大概都知道 就是星期天是誰 但是如果沒有在看實況的人 就以為他在說星期天要幹嘛這樣 就是有什麼預定的 就在講節日這樣子 對啊 因為這是 有 因為 因為實況主越多這個現象就越明顯 因為有很多 很特別的名字就慢慢浮出台面這樣 就是對 網路 網路用 用戶來說 那個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名 可是對於一些 長輩來說 那就是一般的名詞這樣 對 我可以分享一個 小小趣事 不過那個是朋友的事情 就是 因為 因為星 不是星期天這個名字 太 就是很平常很生活化嗎 對啊對啊 那所以就是 剛好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實況主 其實應該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啊 其實有關注他的人 他叫星期六嗎 還是星期一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沒有只是他剛好就是 因為他其實並不知道太多的實況主 就是他並不知道 有哪些實況主之類的 所以他那時候 不知道星期天是誰 結果他就是剛好可能剛跟 魚乾有認識有一起玩遊戲的時候 魚乾就說 星期天要去當兵 就星期天那時候剛好那期間 準備要去當兵 結果我朋友聽到的時候 蛤 魚乾星期天要去當兵 我記得那個實況主 我記得那實況主好像是 哪 是嗎是誰啊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有看到 有嗎 對對對我有看到 因為他說說 魚乾星期天 蛤誰是誰 一個叫黑羽的實況主啦 喔是黑羽喔 因為 黑色的黑 對 黑色的黑羽翼的魚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他那時候星期天要當兵 然後他以為實況 就是魚乾要去當兵嘛 可是魚乾是女生啊 是支援藝啊 對我覺得那真的很有趣 還蠻有趣的 因為有很多很特別的話題 因為像 像如果 如果是比較老的 就是 網路上 用 應該這麼講說 就是 像我們一般常說的 網友啊 我們馬上就覺得是 網路上的朋友這樣 然後 對長輩來說是 過世的朋友 你知道嗎 網友啊 對 可能我們沒辦法體會 可是我那時候是真的 聽到我媽這樣講 就是他 他在講說 網友 為什麼這麼多人說網友 是 很多人 很 就是 最近有什麼意外是不是 就是一直 把網友提出來這樣 對啊就是 網路上的用語跟 我們一般用語不一樣這樣 就會有一些 對 很特別的 長輩也覺得不太知道 趨勢這樣 對啊 嗯 因為 因為像是 因為名字來說 因為剛才就講了 就是 盡量不要撞名嘛 那其實 不要撞名的方式就是 呃 其實有一些人是用自己的本名 去 做法響的 所以 你要知道乳蛋其實 就是像乳蛋啊 他是名字有個乳 所以他叫乳蛋 所以他那個乳不是那個 乳肉的乳 那 呵呵對 像是 如果是老皮的話 他的名字也沒有皮喔 這個 這我 我必須講 他的名字沒有皮 但是他叫老皮 其實不 其實不一定啦 就是 呃 取名字這一塊 可能取名字都 不太一樣 對啊 可是 呃 為什麼叫老皮 他其實是英文名字來的 所以我是覺得 有很多名字啊 是 你們可以 用一些方式去找找看 那說不定就會被找到一個 很特別的名字這樣 那往後再開實況的話 其實 就會有很多話題了 因為包括 有很多人會想要知道說 你的名字怎麼來這樣 對啊 對 嗯 是還蠻有趣的 因為 我是覺得 如果 實況這樣慢慢起來的話 這個 名字的東西 就一定會有人會去想 因為 自己也想要開實況 這樣 對啊 那 對 那你當時 開實況 就是除了要 玩遊戲之外 你有沒有把它 定什麼目標呢 剛開始 剛開始 雖然 雖然當然是 就是 大家都 都是說 玩得開心嘛 就是自己 玩得開心就好 不過其實當下是 還是有覺得說 就是當然會希望能多一點人看 所以會想說 就是如果能夠 就是人數達到什麼 多少的話 我應該就會 很開心之類的 但是其實並沒有定一個明確的 時間目標之類的 對啊 所以其實 還好啦 不過每個人會想要自己的 人氣稍微高一點 或者是想要 再多一點人看這一點 我這個想法很正常啦 所以其實不用覺得說 這樣很不好之類的 嗯 我也覺得蠻正常的啊 對啊 因為這還蠻自然的 因為 你要 分享一個東西 自然就希望 就是多一點人關注 哇又有人看啦 對 對啊其實 我是覺得就平常心去看吧 因為 因為有很多 那種很有名的實況主 他們一開始 就是人氣其實也不高 嗯 然後 我相信有很多人 就是有在注意 某一些實況主 可是 也不知道他為什麼 就是 會被注意到 所以你就跟著注意了 因為像有些實況主 有名是因為 慢慢 累積過來的嘛 就是慢慢 對 你們很多人是沒有看到 他們之前 沒有成名的 那種 實況 這樣 那 那個時候的 對所以有很多人不了解說 那個實況主 是 用什麼方式 變知名的 怎麼起來的 對啊 所以有很多小朋友 就會問說 那種開實況要怎麼紅啊 那一些 嗯 我是覺得 就是因為這樣 就很多人沒辦法判斷說 什麼問題 就是 可以問 什麼東西 不能問 嗯 雖然你要 問怎麼紅 這個方式 其實我是覺得 嗯 其實我們如果知道的話 我們幹嘛分享 我們 對啊 其實有 其實要不要 紅這個東西啊 其實也不是說 開實況就有辦法紅啊 有很多方式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 要看自己去想 因為其實 不是每個人用 同樣的方式都可以 就紅了 就是 那部分可能真的要看自己去 去怎麼吸引到人 或是 用什麼樣的方式 因為不可能你 比如說你可能跟 學乳蛋啊 就會跟他一樣 紅不一定啊 因為每個人特色就是不一樣 嗯 對啊 對啊 那 其實我相信啦 其實有很多人開實況 也沒有說要紅啦 只是紅的莫名其妙的也是有 對啊 所以你去問他們要怎麼紅 其實我是覺得 他們 他們也沒辦法分享 因為他們也莫名其妙就紅了 因為有些人真的講話 有些人講話真的太有特色了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真的 所以我是覺得能不能紅的問題啊 那個各位小朋友 你覺得 開實況是為了要紅 那我可以建議你們 可以用別的方式啦 其實不一定要開實況這樣 對啊 其實你可以就是 就是脫褲子 網路上跑一圈 就是在馬路上面跑一圈 其實也紅啦 搞不好你還可以上新聞 其實不一定要開實況 對啊 網路上其實 要紅很簡單啦 都還蠻簡單的啊 只是看你要不要做那種 對啊 其實你知道紅也有代價的喔 因為你 你如果是真的很紅 紅到說網路上面 就是風靡 然後走到路上 都會 都會有人去 要簽名 其實 你完全沒有私人空間 所以我是建議 就是 給實況主一些 而且還要很少 對啊 我是建議給實況主一些空間啊 因為畢竟他們也是 正常人 他們不是藝人 雖然 實況主有點像藝人 可是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現在 有像蔡阿嘎這樣的 其實 比較少 因為 因為其實蔡阿嘎對我來說 他 比較不像實況主他已經有點像藝人了 嗯 我的感覺是少了 對啊網路紅人 雖然他們都說網路紅人啦 其實我是覺得 性質上就已經 跟藝人沒什麼兩樣了 因為他有在接一些 廣告嘛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像 這群人 這些團隊嗎 這群人啊 我們玩game 我不知道算不算 就是那種 台灣達人 他們就是會有一些像 恰阿嘎這樣子 那種 還真人系列的一些那種 節目系列 或是一些特別的 影片那種 我覺得他們就跟 蔡阿嘎的性質蠻像的 嗯就是 網路紅人嘛 然後就會把他當作 藝人在經營 嗯 我是覺得這還蠻正常的 因為 這代表說 台灣的實況已經開始有人在關注了 這是還蠻好的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樣 是 還不錯 但是 如果要開實況 就是你們定的目標 只是為了想紅的話 我是覺得 對實況來說 其實有點偏提了 因為 因為開實況 我們 大家都不是為了紅 我們 只是想要分享一些 喜歡的東西 這樣 那 紅不紅 只是副產品 我相信只是副產品 那如果你要把它當作那個 你開實況的動力的話 你會開得很辛苦 嗯 因為 我 覺得 理所當然 因為每個人都想紅 這樣 對啊 網路藍人 恋愛 不設限 我戀愛 輻射線 不設限 其實那是網路效果啦 網路效果啦 輻射線啦 對啊 其實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把裡面的東西當作真的 其實 就看看就好啦 因為 有些人真的會遇到 對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是在講說什麼面得誰誰誰啊跟哪些實況主在交往啊只是他是從那個節目上面得知的其實我是覺得看看就好因為你這是在 因為那是算個人隱私喔因為你那個不能不能隨便把他提出來說你在跟誰交往這樣 嗯 因為有很多人是 對啊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關注老皮嘛然後他們自然就會想要知道老皮現在女朋友是誰 對 那我就跟你講了齁老皮沒有女朋友喔 齁 沒有女朋友好嗎 這個我很清楚 所以你們不用再問說那個誰誰誰跟老皮就是有關係這樣 其實 對我覺得我覺得八卦這種事八卦OK沒有關係但是 真的不要造成人家就是亂傳人家隱私的事情 因為這畢竟真的是人家私人感情或是私人的資訊的事情 嗯對啊所以像 像我今天開台我就不會問靈心有沒有男朋友啊 雖然我也很想知道可是我也是盡量憋著不要問這樣 可是你有女朋友不是嗎你有女朋友啊 你不是有那個艾倫嗎對不對 對啊我有艾倫 有艾倫了那你之後有沒有想說要再加一個新的 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就是艾倫就是終生伴侶這樣 是嗎是嗎是嗎 他現在他現在在聊天室 喔艾倫在聊天室那我們小聲一點講 那就不要給艾倫知道 我們小聲一點 對啊 好啦反正我是覺得就是 隱私的東西啊 我相信實況主 就是給實況主一些空間啦 因為有很多粉絲是沒有辦法判斷的 因為網路太方便了這樣 對有些小孩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 小孩子居多啦 就是會 很容易聽信網路上的一些 東西 可是我覺得真的 就是網路的東西很多真的不要太去 太去聽信 因為畢竟有些真的就只是 節目效果 或是 一種 這是一種薄君一笑的一些東西啦 對啊可是偏偏小 小朋友就是不太清楚 就是都會覺得說啊 網路上這麼說啊 所以就是真的 是很多種 很多資訊都是從網路上來 所以就認為是 真的這樣子 我是覺得台灣應該要開一個 課叫做那個 網路用語 就是有一些網路的東西 就是真的要去學說哪一些東西 只是開玩笑 那不要不要用這樣 網路上面是可以開玩笑沒有關係 嗯就是把它當作一般的開玩笑 可是台灣 不然就是家長真的要去 我覺得家長這一塊太強求了啦 真的 太強求嗎 太強求 因為有很多家長是只會看電視而已 那他們本身不太會用網路這樣 我相信現在應該是慢慢好轉了啦 但畢竟 還是需要時間嘛 因為有很多家長就是不會用網路這樣 那 我相信 是有一些家長會用網路 可是畢竟是少數 好那 我其實 不用多說 就是我相信 現在看台的啊 就是 所有的觀眾啊 有沒有超過 30歲以上的 有的話請舉手 我相信應該沒有 對啊其實蠻好奇 有一些這種 就是 觀看的 年齡層啦 對啊 觀看年齡層有時候會蠻 蠻在意的 那你會不會擔心說哪一天你在開實況結果你爸媽在看的 喔不會不會完全不會 因為他們他們真的不太去接觸這部分啦 然後平時其實也沒有什麼在看 YouTube之類的 說不定你現在 在講的話你爸媽都聽見了 呵呵呵 沒有真的其實 就算我現在這樣講他們 也不太會去看啦 因為他們沒有興趣他們就不會去看 嗯 你確定嗎 對啊 你真的確定喔 真的啦 真的喔 真的啦 因為 因為 其實我都做好心意準備啦 我相信我爸媽 有時候會看 有時候不會看 那 嗯 我可能 有一些親戚也有在看 這樣 哼 其實 我可能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現在 講的這些話其實 被聽到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覺得 是沒有講到什麼讓 父母覺得 親了會有問題的話啦 我覺得 就是 其實我還蠻鼓勵就是家長也可以上實況 因為可以 增加一些那種 親子間的交流 因為 以開實況來說 這樣 因為實況 就是 就是他會有點像是一個 一個共通的管道 然後又會有更多人去聽嘛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 有幸就是邀請到父母來開實況的話 我 我會覺得就是以 以 開實況來說 是 很少見 說不定就會有人關注你 這樣 對啊 這個 我是鼓勵就是 不一定說開實況一定要開 遊戲實況 你可以開一些 親子台 對 其實有很多種形式 對啊 所以 所以我還蠻希望說 有人就是可以把自己的爸媽拱成實況主 這樣 然後 然後結果 結果自己的人氣 對 結果自己的人氣反而 輸給自己的爸媽這樣 搞不好啊 今天今天什麼零星吧 媽媽也出來嗎 沒有也沒來耶 沒有啦 然後就馬上就跳了 實況就是因為這樣有趣啊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沒有試過 那有新的東西人家才會關注 這樣 所以我其實分享蠻多紅的方式 那 有辦法消化的朋友啊 那就再考慮一下 好 呵呵 有啦 我是 我是有讓我哥稍微 就是有 嗯 有一些 就是 日常 日常的那種互動會分享給大家看啦 你哥也有在 開實況嗎 還是說你就是 請他進來 沒有沒有 他完全沒有 接觸啦 他沒有 他完全沒有接觸這部分的東西 算是有點半被我 半被我逼迫 就是分享他的事情 所以之後 有考慮就是從 實況台上面出道嗎 應該是不可能啦 不可能 他太悶燒了 因為像是那個 你知道老皮為什麼會這麼多人關注嗎 因為他弟他 因為他弟弟 因為他弟弟 然後 他媽媽有時候也會 也會有聲音這樣 嗯 就有人就會叫他皮媽 或是皮弟啊 就是 就是有這種方式 就是讓人家會有一些 新的話題 嗯 就是 我還是要看自己家人的意願 對呀 是強迫不來的啦 就是有些家人就是 就是打死都不會用網路啊 對對對 沒有辦法的事 這個 這個就 再給大家 一個參考了啦 因為這個不一定說 每一個人都有辦法 對啊 對啊 因為像有一些人開實況真的就是 就是真的會找家人來互動的那個台就真的比較有趣 因為很少人會這樣做 那 那 就是蠻想知道說 欸那個實況主跟自己家人的互動是怎麼樣 對啊 因為 這個其實一方面就是打聽說 實況主的東西 接收度到底高不高 這樣 嗯 然後 對啊 又 就開始又變到實況了 因為我那時候是講那個繪圖嘛對不對 嗯 對啊 那你現在 有沒有喜歡的作品呢 就是 那個動漫 之類的 喔 嗯 有 有一個 我 特別就是 基本上有人問話我都一定會推的 就是叫 潘朵拉之行 是 他有動畫啦 可是 他動畫很早的時候就除了 然後就已經完結了 可是他動畫到後半 後半段是完全 原創性子 所以我覺得要看就是要看他的漫畫 因為他漫畫很經典 我什麼之星 他算是一部還蠻 你說 等一下 我馬上就忘記名字了 我馬上就忘了名字了 潘朵拉之星 潘朵拉之星 潘朵拉合合的那個潘朵拉 對潘朵拉之星 他是一個算是偏 有點 玄幻 懸疑 也有一點冒險的 性質在裡面這樣子 對對對 是日本的作品嗎 對是日本的 因為我 還沒有聽過 因為還蠻特別的 對啊我沒有聽過 因為我相信 他其實在日本 也有一點點小名氣 但是好像又有一點小冷門 這個我要去翻一下 因為我真的沒有聽過 潘朵拉之星 對啊我是第一次聽到 他是什麼類型的作品 他什麼類型的作品 他這個我真的不知道他算 分哪一類 他如果要分的話可能就是偏 懸疑懸患類的吧 因為他有一點 他算是 他是在劇情上比較 比較重劇情 就是 在劇情上有很多很多的 疑問或是疑點之類的 但是他的劇情 其實 撲梗撲的還蠻 還蠻深的啦 我覺得他撲梗撲的很深 很多事情都是到後半段的劇情時候才開始慢慢 慢慢的去 浮出來 可是 他是一次把所有事情就直接 直接 直接整個 就是 整個就掏出來講 然後 會 就是還蠻 還蠻讓人就是驚悚的 因為他的 他撲梗真的還蠻 還蠻用心的 這個作者 他是已經出多久了 因為 聽起來好像 也是 沒有很久的作品 是有很久了嗎 他其實蠻久了耶 我 我要看一下喔 因為 其實他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 算從我高中的時候 就 高中就有了喔 我的天啊 不開玩笑 因為 我相信現在有很多作品 人家 人家有聽過的好像就是 什麼火影忍者啊 或是說 呃 死神啊 那些 大多 愛賊王 比較冷門的作品就是 有很多人是沒有注意到的 其實 也是很好看 因為 其實我 本身也沒有在追很冷門的 因為像比較冷門的 其實 我其實就比較像是跟風 類型的啦 比較跟風 跟風的讀者 所以 我不會去開發一些 大家看什麼然後你就會 對啊對啊像那個 最近不是 寄生獸嗎對不對 就是最近才紅的啊 其實已經20年了 已經20年的作品被人家挖出來 然後現在才紅 我是覺得 呃 這真的是有點奇怪 因為照理講說那個 還蠻特別的啦 那個 因為照理講說那個 劇情啊 應該在20年前就已經要紅了 為什麼要 現在才會紅 只是因為他動畫 動畫有 像是 那個巨人也是啊 這是還蠻奇妙的一個狀況 對很多其實都是因為動畫化 然後 才開始紅起來的 對啊這代表說 有很多人是不看漫畫的 只看動畫 大部分的人啦 就是 是 看什麼樣子 找到了 沒有啦剛好 對他2006 2006年就開始連載了 已經有快10年了 老作品還蠻久了 他是2008年的時候 對2009年的時候才開始播動畫 那其實我是 我是因為他動畫所以才知道這部作品 可是因為動畫其實我就看到後面 呃沒有很好看 然後其實會有點看不懂 後來才去看他漫畫 然後 就從此就愛上他 所以這對你來說是本命喔 本命 你知道本命是什麼嗎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因為剛才聊到那個 動畫這個東西其實有好多專有名詞 像是一些剛才講的那個BLGL啊 然後 然後 然後是說 本命這個東西 就是自己有在追的作品 然後 什麼那種配對呀 什麼插什麼 然後 什麼配什麼 這樣 就有很多那種網路上面 對 CP之類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一開始我也看不懂 就是到底什麼意思 然後是 網路上面插的才知道 那是到底什麼意思 這樣 比如說誰配誰呀 就 就把它簡化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我是覺得是從日本那邊來的 因為日本其實有很多這種用語 就是簡化到字典上面查不到 你要去查網路這樣 而且 通常查到都是在那個討論創上面 人家才會講 其實我記得 請說 我記得維基百科好像 就是除了 維基百科以外 好像有 有另外一種 維基百科就是專門可以查一些 那種網路用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 有點像是那種糟糕董裡面的 就是有些 什麼 TAG 就是常用的術語 人家會稍微解釋一下 對 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畢竟就是網 網路嘛 新的東西太多了 有些人就是因為 不懂 就是看不懂 人家才會 解釋 所以網路上面 這麼好查 為什麼 很多人就是不去查 其實我也蠻好奇的 對 其實網路真的可以 查到很多 很多你想要知道的東西 可是就是還是會有人 懶得去查 就是給我的感覺就是懶得查 不然就是 不知道 可以 用那個東西查得到 其實覺得還蠻奇怪的 就是因為網路太方便了 就是 就明明就是可以打幾個字 就知道的東西 然後他們會花很多時間 就是用留言的方式去問 其實這個 這還蠻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感覺上來說 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跟朋友在討論這個啊 然後他們也是覺得說 為什麼網路上面你 只要打 就是只要花一些 大概有幾秒鐘的時間 打一些關鍵證 你就知道的東西 你要花 十幾二十分鐘 然後跟一個人去問 這樣 然後 就 花自己的時間就算了 你還 你還花到別人的時間 這樣 對啊 這網路上面的一個 而且搞不好對方還 不太會理會你 這樣子 對啊這是網路上面的一個 現象啊 因為 因為 就有點像是 已讀不回 這樣 但是有時候 已讀不回 並不是說 人家不禮貌 是因為 是因為 你無知在先 人家才會 不回 這樣 對啊 所以 有一些並不是說 大牌之類的 是因為你自己的方式用錯 然後 因為 因為像 剛才講的那個 已讀不回啊 因為 我相信有很多 實況主 就是 越來越多人 注意的時候 收到的問題 就越來越多嘛 那 有時候 沒有收到 答覆並不是說 實況主 大牌 只是因為 他們收到的問題 太多了 這樣 所以我是 我是希望說 不太知道怎麼回應啦 對啊我是希望大家可以 體諒一下 因為如果 你站在實況主的角度 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搞不好就知道那個 問題其實根本不需要問 自己去查就知道了 所以 我是希望 各位 沒有在開實況的朋友啊 可能沒有辦法體會嘛 那你如果 希望自己能夠 多了解一下 這些事情的時候啊 就盡量用Google去查 查不到再說嘛 對啊 對啊 那如果真的查不到的話 你們甚至可以到那個 那個知識家去發問 你不需要 問實況主 因為有很多實況主 根本不知道 知識家 對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知識家的回 回復的問題啊 就已經夠用了 我相信啊 因為有很多人是 真的有在回啦 然後再加上說以前問的問題就 都有流底嘛 所以有很多問題重複的就不會再重複問了 因為你查得到資料 對啊 所以我是相信說 實況雖然有在起來 但這個部分 也是要跟得進步啦 要不然每一次 每一次都在問一些重複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實況主也是覺得很煩 對 對 對 因為像是 因為 還是要聊到 畫圖這一塊 那你在 嗯 那你 那你之前在 畫圖的時候啊 你有沒有被問到同樣的問題呢 譬如說 呃 你是用什麼軟體畫的啊 然後要怎麼用才能進步啊那一些 可能就會 就是會有人問說 呃你是用 你是用什麼畫的啊 你是用什麼筆畫的啊 或者是 呃你是用什麼軟體畫的啊 然後 或是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畫畫 這就是還好啦 就是有一些問題其實 就是 因為我有拍一些那種說詞繪畫的影片 嗯 那 其實下方 都有 都有說明說 啊我是用什麼畫 或是 我是用什麼繪圖版 然後 還有背景音樂 BGM也有 也有打出來 但是就還是會有人問說 欸你是用什麼畫的 你是用 你是 就是 呃怎麼拍的 或是 就是一些問題明明在下方都有 可是就還是會有人問 這個 我 就回到 剛才講的 就是請善用Google啦 那如果沒有Google的話 就是多看一下那個下方資訊 對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想 我是蠻想 宣導的 就是覺得說 很像YouTube 這麼多人在使用 其實 YouTube下方的 那個 就是打開 打開更多還是那個叫什麼 就是影片下方說明啊 詳細知識嗎 其實建議大家 對其實建議大家還是要多看下方的 說明啦 有些人可能 有些人可能都 沒有答什麼東西 可是基本上 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能在下方都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我覺得 大家有時候看YouTube的時候還是可以多看一下 影片下方說明 再發表你的言論 不然 看到 看到那個言論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在下方 你可以打開更多 你可以看到答案囉 之類的 恩我是覺得 就是 觀眾也要學習啦 不是只有實況主 就是要學的東西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互相學一下 那如果不了解的話 那就請 自己成為實況主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那個感覺 可以了解 因為你也會被自己的問題 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搞不好別人就會問你了 那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 啊原來之前 我自己也問過 這樣 對啊 這樣就可以自己判斷說什麼東西不能問啊 那我相信其實對 往後的 應對啊 其實有好處 因為你就比較清楚說 什麼東西 就是 問了會 讓人家反感 那你可以避免掉 我是覺得開台也是 有一部分就是這個部分也是可以學習的 恩 真的 恩 然後 就是 還是要 問畫圖啊 因為實況的東西其實也是差不多這樣子啦 問蠻多的 對啊 雖然說實況的東西 我今天講的其實也比較多是針對觀眾 那 喔對對 因為 我相信如果觀眾的 數值 也不是說數值啊 就是 網路上的一些 一些 算是那種 Peple 還是一些 Mega 就是你可以先 遇習到的時候啊 你其實 問的問題就是比較像是 交流了 而不是說 就是 一般的 那種實況要怎麼開啊之類的 那種很膚淺的問題 就會比較 比較否說 怎麼讓實況更好啊 那一些問題 我相信有很多實況主是 比較 想要看到 這樣的問題 哼就是怎麼讓實況的 品質增加 或是說觀眾一些有什麼意見啊 就是可以讓實況台更好啊 那些問題 我是覺得 就是太少了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 會一直在說 實況台要怎麼開 或是怎麼有紅 這怎麼辦法才可以紅的 這種問題才會一直 被提起來 我是覺得說 就是多開台吧 如果你們 真的有這麼多問題 想要問實況主的時候 你們可以先嘗試自己開台看看 對 然後先試著自己解決一下 那如果發現 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 問的問題才比較 有意義 因為那個對我們來說是交流 不是一般的提問 那既然 有機會一起進步 那就 多開台囉 因為反正 實況台又不需要錢 只要花時間就好 反正自由性蠻高的 對啊如果 不願意花時間的話 就代表說 你們 不適合 開實況 因為 開台就真的會花時間 對啊 要耐心 對啊如果 如果連 時間都沒辦法 抽出來的話 代表說 可能還要再考慮一下 自己適不適合開台 嗯 嗯 對啊 因為 這有點像是在 畫畫的感覺 因為你如果畫圖沒有花時間 然後你就是在問人家說要怎麼進步啊 其實會問 會問要怎麼進步 其實我就知道說你應該是沒有練很久 除非是你卡 真的卡了十幾二十年 你再說自己覺得沒有辦法進步你再問 那個我還情有可言 平靜之類的 對啊 可是我是覺得你只要畫了 通常不會有人畫十幾二十年都還原地打轉啊 我相信應該是不會有啦 但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也只能說你不適合 畫圖 可能 或者是就是真的不常 不常畫 或是沒有 沒有 足夠的練習 這也是有可能的 對啊也是有可能啦 那 我是覺得任何東西都要練習啦 就是實況也是這樣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一直開實況 沒有新的作品 出來的話 自然就是沒有辦法進步啊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子 就是 其實不只是 實況 就是會圖 都一樣 甚至說你在 就之後工作的時候啊 那個老闆也會評估說你有沒有 熱情 那我現在 這個是最難的 積極 對啊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工作要積極要熱情嘛 但事實上 遇到工作以後啊 才發現說自己不適合 所以 並不是說有興趣就好 因為有很多工作是 不是自己喜歡的 可是你又不得不做 馬上就有疲態囉 然後這個時候 尤其是要為了生活啦 對啊對啊 可是 我是覺得既然 可以 藉由開實況先 遇習的話 我是覺得還 還不錯啊 就是以 以之後 找工作來說 其實你會學到很多應對方式 然後比如說 其實就是把一些 同事當成 當成那個 觀眾 就是你要怎麼講話才不會得罪 其實有很多 很多方式是可以先從 開實況先慢慢學的 因為我發現其實 就是 意思有點像 因為我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發現有些 什麼話可以講 這些話我不能講 其實跟 跟我現在在講的東西有點類似 就是要怎麼 怎麼開台跟觀眾講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 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藉由 開實況先學習一下 怎麼應對這樣 其實還不錯 因為 講錯話 大不了就是 被那個 被觀眾唾棄 還不會影響到升級 那如果你在職場上講錯話的話 你可能就被排擠了 甚至連工作都丟了這樣 呵呵 真的 對啊所以我 還蠻建議的就是 這對將來想要 開實況的朋友 其實也可以 試試看用這個方式 去學習一下 嗯 有人有詢問耶 嗯說那個 遇到什麼工作 或案子 比較不喜歡的嗎 其實 其實 我也沒有太多經驗可以分享 因為如果 因為我本身興趣是畫圖嘛 那 畫圖也把它當作工作 就是把它當作案子在接 其實 興趣轉換成工作 不是沒有 就是 不是 不是 當然是 對 是有這個可能性 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 沒有嘗試過 就是把興趣轉成 工作 那跟 就接案這樣 其實 把畫圖 當作 工作 我是覺得 需要適應 那 以我的狀況來說 我感覺是沒有 這麼多人有辦法適應的 就是你要想到說 你今天要畫圖 要持續的這樣子 對 你就是想說你今天興趣是畫圖 可是 你就很不想畫的時候你一定要畫 或者是說你有很多東西 不是自己想要畫的 可是你必須要畫這樣 就 跟你 你之前興趣畫圖就不一樣了 那 我有經歷過 那 我是覺得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負荷的 所以我是 不建議說你們這麼輕易的就接觸到所謂的業界 就是以興趣來說啦 因為如果是畫圖的話 業界的話你可能是一些 什麼 遊戲的美編設計呀 或者是說 什麼網頁設計之類的 其實你們要真的去 學到 就是真的你要去 業界上面滾過你才知道 所以我這邊其實沒有太多可以分享的 那 我只能說 如果有興趣 就是先去試試看 那發現不適合 再轉換 就這樣而已 其實 我也沒辦法說 就是多嘗試啦 對啊我也沒辦法說 就是 你就一定要畫圖結案啊 其實有很多人就把它當興趣啦 其實也ok啊 因為 因為搞不好就是因為你把 這項興趣轉成 工作了以後受到一些打擊 你之後就 就轉 轉行就永遠都不畫圖了 這其實也不好啊 恩對 那個影響太大 對啊有些人是有陰影的喔 就是那種 留下一些陰影所以 不畫圖的也是有 或者是說就是 有這種 就是轉成興趣啦 其實我比較希望說 恩你們真的有想要去把它當作 工作的話 可以試試看 那 有沒有辦法承受就因人而異啦 恩對 對啊 因為講到工作這一塊其實我這邊也是適應很久了 那 有時候是 真的要 真的要思 要想過的是要怎麼放棄喔 其實放棄也是需要勇氣的喔 恩也是 對啊其實 我也沒辦法分享那麼多 我也沒辦法分享那麼多 我朋友也是 恩朋友怎樣 我有朋友他 我有朋友他也是就是 恩 因為他其實原本有在接 動畫公司的工作 但是 其實 不知道也不知道 恩 這個就先不講好了 因為可能台灣的 動畫公司 比較沒有 太大的起步 那 反正我朋友在裡面做的時候 好像做了大概 幾個月吧 恩 但是他做的工作量其實 非常非常的龐大 但是最後他所獲取的 就是其實不多 那所以他其實 思考了很久 他其實 本來也是希望說就是在業界就是去多吸收一些東西 但是他經歷過後 他覺得他還是想要以 繪畫 去接案子 來 去做穩定的一個 就是收入 那一開始其實這很難 因為畢竟 接案子你還是要 還是要挑啦 有些案子還是要挑 不是 不是什麼案子都接 這樣子 恩 對啊 沒錯 所以就是真的還是要適應 但是後來他好像 恩 因為有一些朋友就是有不錯的推薦 這樣子 所以就是後來就開始有慢慢穩定下來 所以他現在就是自己 恩 接案子 然後就是 做這類的一些可能是畫插圖啦 或是畫 小四個短慢 然後或者是 接動畫的一些小案子 就是都有 這樣 就還蠻特別的 恩反正就是有在業界滾過之後才確定說現在的東西嘛 對不對 對 恩 對啊 就自己是方法 因為在業界上面學得到的東西就不是 一般人可以體會到的 因為你是真的去業界 學來的 那個經驗就很 很印象深刻 有經歷過了 對那個是沒有辦法分享的東西 那我是希望 大家就是有機會的話 就如果真的有辦法把興趣轉換成工作 當然就是要先去 適應看看 沒辦法適應的話 就再說啦 反正每一個人 耐壓性都不一樣 那我相信 其實 其實以台灣環境來說 大部分的人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馬上就是遇到加班的問題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 那加班 光是加班就已經打死一票了 那 就 會 人家就會想說要轉行 其實 遇過太多這種例子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這個東西 就 其實我這邊也沒辦法分享啊 我也不能說業界多可怕 你們就不要去嘗試 業界還是可以學 還是可以學 對業界是可以學的東西 只是 看你的 有沒有辦法承受而已啊 我只能這樣講 如果沒辦法承受的話 其實 也 也不是說不行啊 就是你其實也可以放棄啊 所以我是不鼓勵說 你還沒試過就放棄啊 至少你要先試過 對啊 自己去體驗看看 對啊體會一下說 業界的 那個 目前的狀況是怎樣啦 有人嚇到我啦 就講到工作這個東西啊 我只能說 你們有 有興趣的話 其實 就是去找工作吧 這是 最快要方式 那 有很多工作經驗是 人家沒辦法分享的 那你們真的要去體會才知道 真的 很多事情啊 其實都一樣啊 只是很多事情都是要 自己去體驗過之後才知道 對啊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你們對實況有問題 那就去 開實況 對工作有問題呢 你去找工作啦 那我這邊其實也沒辦法分享什麼東西 因為我不是老師齁 我也不是你們人生的老師 我也只是 剛好有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講 那我講的也都是個人啦 那其實 以業界來說 是不是每個人都認同 其實並不一定啊 對啦 真的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可以詢問 雙石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畫畫的嗎 從什麼時候開始畫 其實 以手繪來說 我國小就開始在畫 那以電繪來說 是我大學才開始碰 所以電繪已經畫了 電繪已經畫了快 十年了吧 電繪這一塊 還蠻久的 還蠻久的啊 對啊 嗯 那我畫到現在的感覺是 嗯 我也是慢慢練起來的啦 所以我也沒辦法說 怎樣才會 電繪才會變強 變進步 我已經忘了 說真的我已經忘了 我已經畫到 我已經忘了 什麼時候變強呢 我自己都沒有覺得我自己強過啊 對啊 就是這樣一直畫下來 我都會跟人家講 因為很多人還是會問嘛 我都直接講說 就是 可以多看 就是多練習 因為其實我覺得多看也是很有幫助 因為電繪這部分 其實 大多應該學電繪的人都是 自學吧 其實蠻多人應該是自學來的 我的部分的話 我是 就是會看一些人家 因為現在YouTube那麼 那麼多人使用嘛 對啊 所以就是會有一些人也會拍很多這種 說實的繪畫影片 然後我就很喜歡看 因為就是只會看別人畫畫也是一種享受啦 那就是從中 也是可以做學習這樣子 其實 該怎麼講呢 因為像 畫圖這一個東西啊 你很 就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問 問說你講要怎麼進步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他們好像在藏一首說 你只要多練習就好啦 然後感覺他們都不想要 說好像我們有什麼秘技一樣 對我這邊就講了 我們是藏一首的 你不要再講了 沒有啦沒有啦 沒有啦反正就是 因為我們都已經畫習慣了 我只能講說畫習慣了 那畫到 就一直在畫 那就是一直練習嘛 那 畫久了自然就是 會進步啊 那我是覺得這個經驗 沒有辦法 說 分享出來人家就 進步了啦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 因為畫圖就是要花時間嘛 你如果不願意花時間練習的話 就不可能進步的啊 即便你有天分也一樣啦 呵呵 對啊真的 哇我是覺得 不是聽我們 聽我們這樣講說 你只要怎麼畫啊 就可能會進步 然後回去就進步 當然不可能啊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之後 人家都會先把 那個 股價的東西拿出來說 就是 你股價要怎樣畫進去 你才會進步 我是覺得 畢竟 有辦法回復的就是股價問題 因為 當場就看得到這樣 那我是覺得 能不能進步 其實 在關注股價 其實有點太初階了 因為股價是一開始 最 最基本的東西 以我來說 股價是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 嗯 你可以學看看 就會讓你的圖比較 特別 那你如果 股 股價沒有學 那你就開始在 摸那個 人物素描的時候啊 其實會 學很久 因為 因為你沒有 真的去經歷過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人體股價 喔 對 那我這邊的 我這邊能分享的也就是說 嗯 股價這個東西啊 其實 沒有人可以 分享 因為 就是一直畫 像比如說你還畫人 你就一直畫人體 那 那你畫 你人體畫得非常好了以後呢 馬上就面對一個問題 你要怎麼畫背景 那你當然就是 要一直畫背景啊 就是跟 畫人體 一樣的 模式 就是練習啦 就是練習 其實很多東西沒有辦法分享 是因為 我即使 我即使分享了 你們不畫 我也沒辦法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有很多 很多那個補習班啊 他們只教技巧 可是他們沒有教你 怎麼去經營的興趣這樣 喔對 所以有很多人 這是教你怎麼使用這個 軟體啊 或是一些 上色技巧之類的 嗯 其實我相信是 有一個人在教可以讓你少走一些 摸索的時間 但是 那個畢竟 是少 少部分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 要自己去練習 嗯 那補習班只是強迫你練習而已 可是你沒有補習的時候你自己會練嘛 就是不一定啦 對啊 就好像說是 台灣 就很常補習嘛 但真的 能靠補習 考上國力的 其實也不多人 呵呵 就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補習 只是強迫你練習而已 可是沒有辦法 培養你興趣啊 嗯 大概就是因為 這種問題很常出現 所以 補習真的有用嗎 其實我是覺得看個人啦 所以就是 就有點像是 畫圖 你真的要靠別人分享才有辦法進步嘛 其實也是看個人啦 因為 我相信有人看分享 我相信有人看分享是 有需要東西 因為他也有在練習 那有些人看分享就是 就看看就過了 說啊原來有這個技巧 然後自己不會用 這樣 然後可是沒有 對 沒有練習 沒有練習啊 很多東西就是沒有練習 這樣 嗯 所以我是覺得 畫圖要進步 我們真的也沒辦法分享什麼 因為 就是練習啊 然後多觀察 這樣 真的 如果沒有練習的話 那 你要進步 其實 我只能說 就聽天由命啊 說不定 說不定你有很多那個 天分可以燒啦 不用練習都可以畫很好 那什麼叫畫很好 其實 定義又很多 這樣 其實 其實我以前 有看一些人 在說 什麼叫做最好的 圖啊 那 最好 對啊 因為他們會把一些 那種 那種 寫實的作品把它當作 說是最好的作品 喔 其實有點 我覺得這個 很難去比較耶 對 其實有點不太正確 因為 因為什麼叫好的作品 並不是說你畫人畫得多正確 就骨架抓得多正確這樣 或是多現實 就是 就是好 所以你要知道其實有很多日本漫畫 他們出名並不是說他們畫得跟照片一樣 是因為他們的劇情 然後 對啊 其實也不是說劇情好就有人看啊 因為像是巨人跟寄生獸就是一樣的例子 劇情很好 可是為什麼就是一定要動畫 之後才有人看耶 其實有時候都是要看運氣 這個其實算是偏向曝光度吧 這是算是一種宣傳的啦 我覺得 其實講到曝光度 是 要怎麼去擁有這個曝光度 其實 有很多人在畫圖的時候沒去想過的 喔 對 我相信 曝光度這種東西人家都覺得 很重要嘛 可是你要用什麼方式去 爭取到這個曝光度 這個我是覺得 你在畫圖 即便骨架畫得再好 你可能都沒辦法去體會到 什麼叫曝光度 那些都慢慢經營起來了 因為像有些人就是真的就是把作品畫跟照片一樣 那慢慢累積他的人氣 那個也是曝光度 可是那畢竟是少數啦 對 因為你真的要跟人家拼 就是畫得很細的那一種 其實 台灣多的是 太多了 對其實真的 其實競爭版 硬要講競爭的話啦 其實是真的還蠻大的 就是現在這麼多人在畫畫 其實我有問過一些那種 在業界上面 就是 比較有名氣的一些創作者 他們的作品就是很 很稀釋 設定級的風格那一種 就是畫那種 遊戲設定 美式的喔 網路的喔 喔是喔 網路遊戲的那些繪師 因為他一張圖可能要畫兩三個禮拜那一種 所以他遊戲場景什麼那些都是跟照片差不多 他 喔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練他們是說 因為如果不這樣練的話 就是馬上就比下去了 被比下去 所以他一定要畫得很細 那 他們是每天都這樣練 他們每天這樣練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跟他們一樣 這個我是覺得因人而異啦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辦法這樣做 這樣成熟 對啊其實有很多人 是 不知道說那種所謂的 遊戲設定級的繪師是花了多少時間在練習的 他們只是覺得說 那個人家天份 有天份就這樣 其實 在講有天份之前 人家已經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時間在練這一塊 喔 對啊所以我是覺得 嗯 真的 想要朝 那種畫得非常細緻的方向去 經營的話 我也是祝福你啊 就祝福你 呃 就真的 要把 要把乾給畫壞的那種覺悟 修羅啦 對啊 對啊 因為 畫圖這個東西 並不是說你有天份就天下無敵了 嗯 因為我 我也是真的有問過一些 在業界上面 就是 畫 就是把興趣轉換成工作的一些朋友 那他們作品其實不用講 就是那種 TOP級的那一種 我有問過 那他們是 為什麼會這樣練 他們就是 就是說要把他當作職業 所以他不得不這樣練 所以他們每天都在畫 就是因為這樣爭取到了曝光度喔 所以 我是覺得說 人家知道曝光度 是 是什麼 可是要怎麼經營 沒有人知道 所以 就會遇到說 你們要開實況 要怎麼紅 這一樣的道理 其實畫圖也是這種問題啊 你畫圖要怎麼紅 那有很多人就馬上說 你就畫的 跟照片一樣 或者是說 你要畫的跟誰一樣 那自然就會把一些那種 國外的作品拿來比較 這還蠻正常的 因為如果不比較的話 你不知道自己 的問題出在哪裡這樣 到底畫的好不好 可是這個其實又牽涉到說 其實 最 最明顯的就是 你知道 韓國遊戲啊 其實以前韓國 對於遊戲這一塊他們是怎麼經營的 就是 我其實 講起來我是覺得台灣真的有需要加油啦 你知道為什麼韓國人 畫的風格就是韓國的樣子嗎 就是你看到那些韓國遊戲為什麼一看就是韓國遊戲 可是台灣做不出來 你們有去思考過這問題嗎 這個我倒沒有耶 我只是知道說就是 韓國跟日本的遊戲 風格有差對不對 就是對真的就是有差 就是可以去分辨人出來 就光是這一點我是覺得台灣就敗了 敗了一塌糊塗 因為 因為韓國 把遊戲當作他們的 一個 一個算是一個 國家的 應該算是國家級的招牌 他是把他當作一個品牌在經營 招牌 所以他們是把他當作品牌在經營喔 就是對於那個遊戲來說 所以他們是很注重 比如說國際賽事的一些那種電子競賽啊 他們 首先他們培養人才是 這樣培養的 所以 他們在國際上面 就是有曝光度 然後再加上說他們做遊戲啊 為什麼畫圖可以畫這麼細 就是他們業界上面的需求 他們培養的時候就是 就是說你一定要畫到那種程度 對然後再加上說 他們風格就是 很統一 那每一個人 畫的風格其實就很韓國了嘛 那 自然就是 團隊裡面有很多會師 然後他們風格其實 就是都有一定的標準 然後風格也沒差太多 所以他們做遊戲就是 人力上面來說啊 就不會說那種風格差太多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說 其實韓國 韓國人的話 就是有些會師啊 我看他們好像大多的畫風真的 其實真的蠻統一的 因為他們學校就是培養 這樣人才出來的啊 然後再加上說 他們 他們的產業本來就很 重視遊戲嘛 所以就有市場 那 就是 遊戲的市場 蓬勃了 那當然就是 人才就是往那邊丟就對了 那台灣狀況就有點相反 人才一直培養出來 可是 台灣的 環境不需要這麼多人才 所以有很多人才是往國外跑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 有可能是這樣 可是 你們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不清楚 其實我是這種感覺 但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就 就不一定了 就是 給各位一個參考 因為 有很多人說 台灣的環境不好啊 可是你們有想過環境是怎樣不好 那是怎樣造成的 那有一部分其實自己要反省啊 因為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 一直說 台灣的遊戲不好 那怎樣的不好 那你們又去 買 就是去玩韓國人的遊戲 其實還蠻現實的 這非常現實 因為我們支持好的東西 所以台灣 就是卡在中間 就是品質起不來 然後又加上說 國內的人 就是 就是 只玩那種 比如說 水準非常高的遊戲 那我們自然就會把 那種 注意力就是擺在國外 有沒有想要去留學之類的啊 就真的其實 有些人也是會覺得說 嗯 去國外發展 也許可以學到 比 在台灣 還要更多 但是真的 就是 但是會覺得說 就是 有時候 就是覺得台灣 真的要加油 但是就自己也要在台灣 就是有 就是覺得 大家都要一起 進 就是一起 加油 這樣子 畢竟都身為台灣人 那種我是稍微之後 都這樣想啦 對啊 其實 我覺得還蠻正常的啊 因為被問到 就是 是不是要留學 我是覺得 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 還蠻 自然的 因為 台灣有報過那個留學生的東西 那自然家長就會 以 他 吸收到的資訊 來問 他們的孩子啊 因為 因為新聞上面有報嘛 可是以我的狀況來說 因為我本身也是在國外啊 是不是真的在 在留學的時候可以學到東西 我是覺得 因人而異啦 因為我這邊也是有看到很多 台灣人來 國外學東西 可是 回去了以後啊 其實 其實也沒帶多少東西回去 對 因為他們就是整天都在講說國外有多好 然後 然後 他們回來台灣就覺得說 怎麼台灣的工作這麼爛 那 心事這麼低 到底是誰的錯勒 其實 我是覺得 大家都有錯啦 因為你們放任 放任 這個 環境這樣爛 然後每天再抱怨 這樣 這個我也必須講 其實我也會這樣啊 那 我是在國外才發現這個問題的 說我們為什麼就是 一直在說台灣 環境這麼差 可是有實力的人明明就很多啊 那為什麼留不住呢 其實也真的不差啊 不差啊 真的不差啊 我從來沒有說台灣實力差啊 只是台灣的環境不好而已啊 台灣也有很多很 很棒的創作 真的 那 我覺得問題就是出在 台灣的環境啊 其實講到最後都是環境啊 環境不好 人才自然就流失啊 這很正常啊 因為 因為大家都 玩國外的東西嘛 就是 喜歡國外的東西 這自然就會 比較想要說 往國外發展 這還蠻正常的 那人才就留不住這樣 那 我是覺得 實況跟遊戲 實況跟遊戲 繪圖 為什麼人才會留不住 其實有很大原因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 一開始就講了 台灣的實況剛起來 可是以國外來說 實況已經 那種 已經 走那麼久了 而且 有點平常了 對啊 看起來 對啊 日本其實也蠻多 在做實況的 我看也蠻多的 對啊 日本 其實我是覺得如果台灣 有某一部分的話 就是 如果不要 不要一直想說 就是人才為什麼要流失 就是為什麼都留不住 那現在又很特別的狀況是 台灣政府又鼓勵 鼓勵年輕人 就是往國外走 我覺得還蠻掉鬼的 然後 可是 這樣講就 很奇怪啊 那你如果 人才 鼓勵 就是往國外走的話 那 台灣到底還有什麼東西 值得讓人要留下來呢 這我是 對啊 覺得大家就可以 這部分也是還蠻值得省思的 思考一下啦 但 我是覺得 永遠找不到答案 因為環境就是這樣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 不是我們一般人有辦法 沒辦法去思考的 因為 因為這個 太複雜了 我覺得太複雜了 因為這個 並不是說 你要發展 就是 每個人都知道 環境差要怎麼變好 那就我看 韓國的方式啊 他們 第一點是他們的文化 就是 他們其實就是 很愛國嘛 那 光是這樣台灣就 輸了一大截這樣 所以 他們 韓國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是用Samsung的吧 應該是不會有用Sony的 但也是會有 那畢竟少數 可是台灣人呢 台灣人呢 台灣人你知道國後叫什麼嗎 對啊 感覺講不出來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那什麼叫做台灣的 呃 品牌呢 其實 嗯 有很多台灣人都 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什麼叫台灣的品牌 對啊 其實就有點類似說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畫風 你的風格是日式風格 或是韓式風格 那什麼叫台式風格呢 是看電視的那個台式嗎 呃 其實 其實 講的就有點悲哀了齁 因為 聽了真的有點愛上 對啊 什麼叫台 我們不是在開玩笑喔 這是還蠻悲哀的事情喔 聽了其實真的蠻想哭的 就會覺得 還蠻愛上的 台灣的風格是什麼呢 世間情嗎 嗯 其實世間情也是一種風格啦 其實我覺得世間情還蠻 對 其實我覺得世間情算是台灣還蠻 還蠻 就是經典也還蠻 就是凸顯台灣那種色的趣味 就是 可是我 很有就是 可是我是覺得啊 為什麼日本可以把風格這種東西 做得很有質感 可是台灣就是 風格這種東西就是 永遠就是 呃 有點像惡趣味的方式這樣 嗯 對啊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可是我是覺得如果要把質感做出來 其實 還是有一段距離 就以 跟 日本 比起來來說 因為 就光是說你畫的東西 是日式 美式 韓式 或者是什麼式的 反正 永遠不會有人提說你畫的東西很台 台又怪怪的 台 台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 很台 其實還是真的有人會這樣講啊 其實 其實 其實我是覺得 台灣風格 嗯 有很多人是可以往那個 小時候的回憶去 去想 像是以前 蔡智忠的漫畫 你有看過蔡智忠的漫畫嗎 沒有 沒有 對 所以你就不知道什麼叫台灣的風格 然後或者是說 以前的一些 像是 啊 講到那個 風格 你 你知道 正問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對 太好了 其實你可以去翻一下 他是台灣人 正問 正問 就是那個 正成功的正嘛 然後問 問題的問 喔 正問 正問啊 其實他是非常有名的 惠師喔 而且 國際知名 可是台灣人很多人不知道 那還有 因為現在有很多 那個 現在比較多 觀眾 就是 就是 注重 日本 日本的作家嘛 譬如說 你們一定知道 鳥三明 可是你們不知道 台灣人其實 裡面也有個正問 或者是 賣人節 你們也不清楚 我相信 比較 比較有接觸的人比較少啦 因為大部分人都知道 鳥三明是誰 可是不知道 正問 跟 賣人節 還有一些 台灣的創作家 都不清楚這樣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是大家都要去 反省啦 因為你們本身就沒有在 注重台灣的一些 創作者 你們就只在說 台灣的環境很差 國外的創作者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環境會差 就是因為消費者 的關係 所以這就回到說為什麼台灣人才留不住啊 因為 我剛才講的那個正問啊 他也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先 到日本 然後最後 他現在在 中國那一邊 可是他是台灣人喔 嗯 可是他現在是在 中國那邊 工作 有我現在看了一下他的作品 真的是還蠻 還蠻 就是很有古早味吧 這樣子講嗎 呵呵 就是 他前 前期的啦 因為我現在看到的是比較 可能比較早的 其實沒有關係啦 因為他畢竟 畢竟是 嗯 比較 長 長輩階級的 可能才比較看 看過 可是現在年輕人應該是 我如果今天沒提的話 你們可能也不會去翻資料吧 因為像是 大家都知道 井上雄彥他的 他的水墨畫很厲害 可是先用水墨畫 來畫那個漫畫的人是正問 只是很多人不知道 對啊 然後知道的永遠都是我們這些 有在關注的人 那身為 對然後如果是身為一般的讀者來說 就你們都會把重心 偏到 日本那一邊 所以 一部分就是因為這樣 環境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台灣的 人才沒有被看見 這樣 嗯 對啊 其實 一部分 其實講得有點太深了 越講越深了 那我還是覺得說 越講越深啦 就 多多支持 有實力的台灣人 對啊台灣 很棒的創作 台灣不是沒有實力的 對 台灣不是沒有實力的 是因為你們沒有注意到 其實多多看真的 不一定要就是翻國外 也可以多 尋找看看台灣是不是 還有更多像這樣的人才之類的 嗯 我是覺得 有困難 講歸講是這樣 可是你們 隔天一定就去翻 自己喜歡的作品 對啊所以就只能 我是覺得這是 我是覺得這是惡性循環啦 惡性循環 對啊 但是我覺得能 能多少提到的話 就是 就是能講 就是講啦 就是算是有點 推廣 的那種感覺吧 像推廣那樣子 其實我也沒有這麼看衰啦 因為像是 電影 台灣的電影 國產電影就已經起來啦 就是因為有 對是有 有海角幾號開始嘛 對不對 那台灣的漫畫呢 呃 是 有辦法講出名字嗎 就是 如果現在 提的話 我 我的話 因為 畢竟以前是看 少女漫畫 所以多少還是有一些 台灣的少女漫畫家 就是像林清慧啦 或是小薇老師之類的 就是比較 知道的就這些 有在關注的 對啊 其實我也要反省 因為有很多漫畫家 我也是 之後查資料才知道的 嗯 對啊 其實這個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問題 很難解決 因為 這個牽涉到人家 就是 大家的 其實真的很難講 因為這是牽涉到大家的習慣啦 你知道台灣 對 就是 以習慣來說 要改變太難了 對啊 嗯 因為你不能強迫說你一定要支持 國產的東西 對啊 因為我們只支持好的作品 對啊 其實觀眾很現實的 那如果台灣沒有辦法把 那個 品質做出來 那自然就是不會有人支持 對啊 就是真的好 就是其實 就會去支持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好的 好的是沒被看見 對是沒被看見 所以並不是說他不好 其實並不是說他不好 是因為那個 台灣是出了結構性上面的問題 嗯 因為 呃 因為有一部分是因為國外的東西太多了 對 太吸引大家了 對 你今天去 譬如說你去書店看 前面排名的永遠都是 日本的東西或者是說 國外的東西 國外小說 對 我們到 通常就是先選 那種排名 有上排名的 那 不過其實 其實還是有一些台灣 講到就是 書本的話 當然是 偏小說 超級多啦 台灣也是還是有些 小說是還蠻 還蠻著名啊 但是 就是很少真的 紅到國外去的 其實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還蠻 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部分 我一直就是常想說 為什麼有一些 台灣很棒的作品 沒有人想要試著去 去就是讓他 就是能夠 能夠推廣到國外去 就是 如果有人真的有 有那個能力的話 其實可以去做 翻譯啊 或是你看國外都那麼多人把他翻譯成 中文小說 為什麼沒有人去把他 翻譯成 可能英文或是日文的 雖然很難 真的很難 可是我覺得 這就跟把英文還有日文翻成中文一樣啊 講到翻譯 其實翻譯沒有 就以那個廠商來說 翻譯沒有很困難 可是你要怎麼 怎麼把東西推到國外 我覺得是比較難 喔對這部分也值 因為這個牽涉到那個 文化不同嘛 所以你搞不好說 台灣人很喜歡看的東西 你推到國外 其實沒有什麼人氣 這是因為標準的文化不同的關係 我是覺得 台灣的環境要改善 太多東西要解決了 對呀 對呀 這邊討論不完啊 其實我也是提出來讓大家思考一下 就思考看一下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這個問題 並不是說我們今天講的多有道理這樣 因為台灣出的是 結構性的問題 就包括說工作環境 加班的東西 因為你要知道加班並不是說 東西品質就比較好 因為加班 只是在降低工作品質這樣 可是台灣人就覺得說 真的 加班是 節省成本的方式 其實我是覺得加班是最 最浪費時間的東西 對啊其實 這個 之前 對請說 沒有這是因為其實有的人 應該現在很多人還是會看 像這種 康熙來這種節目 其實我覺得 之前有一集啦 就是我不講康熙來這個節目怎麼樣 我就是單純提說 他有一集 就是剛好有提到一些 外國人對於台灣 在台灣的一些 工作習性啊 或是想法 就是有很多外國人都說 其實台灣 加班這個部分 其實是一個還蠻特殊的 特殊的事情 就是他們有些 外國人在台灣說 工作啊之類 結果被告知說要加班之類 其實是還蠻 還蠻 奇怪或是還蠻特殊的事情 因為他覺得他的工作其實已經 完成了 可是卻 因為老闆或是怎麼樣 然後所以必須要加班 對啊就是直接把 對就是後面的工作也要繼續做 其實有些外國人其實會覺得這還蠻神奇的 其實這個不只台灣啊 其實日本也很嚴重 所以其實台灣人不孤單 台灣人不孤單真的 日本也有這個問題 可是為什麼日本看起來會比較好 是因為他們會包裝 他們很會包裝 所以 我們通常看到的是 日本的漂亮那一面 可是你們沒有想過日本 裡面的東西 所以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說 其實 日本的加班時數 也沒有比台灣好 可是因為他們起薪本來就比較高啦 所以 以這樣算起來來說 其實 比台灣好 是正常的 因為 日本的起薪就是比台灣高 可是那個 他們付出的一些 時間啊 其實我是覺得跟台灣 比起來其實沒有差多少 甚至還比台灣人還嚴重 喔 對啦 因為 就我以前有個同事 他是日本人 他是 他的加班時間 其實已經 沒有意義了 我 我只能說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他還在加班 那 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他其實 就去上班了 就大概這個意思 辛苦 真的 他那個已經不是算加班時數了 他是 賣生命在工作 對啊 勞辱命啊 日本是這種狀況 很嚴重 那我是覺得 台灣 比較可悲的是 這個問題很嚴重之外呢 我們的薪水還比別人低 然後 因為我之前是有看一個文章 他是說為什麼台灣 台灣 這樣一直沒有辦法改善 是因為勞工 沒有辦法去爭取 或是說他們不敢去爭取 因為 因為像國外 罷工是很理所當然的 因為他們要爭取權利 權利 自己的權利 可是台灣人聽到罷工 馬上就縮回去了 說搞不好自己工作就沒了 喔對 這個我也不能說什麼 因為台灣就是 這樣培養起來的一個 生活型態 恩 因為 如果說今天台灣罷工 賭 賭涉交通了 你覺得台灣人會先罵誰 他是罵 台灣人是罵勞工對不對 或是罵那個賭涉交通的人 可是他們會去罵 那個公司的嗎 很少嘛 不過他們都會當下想到的是 對啊 當下發生的事情 因為這個還蠻明顯的 因為像是 以前的那個 罷工 為什麼台灣沒辦法罷工 因為 因為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問題 或者是說 抗議的時候 你堵塞 你 阻礙人家的交通 會怕 結果是勞工在罵勞工喔 這個很特別喔 別的勞工在爭取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結果是別的勞工在罵勞工說 你為什麼不好好做 恩 問題明明就是 上面的人 為什麼要去罵勞工 因為他們只是要爭取權益而已 對 真的 扯好遠喔 今天畫圖台 今天畫圖台 為什麼扯到工作 恩 其實就是 沒有啦 其實就是 因為 剛才講的 恩 興趣總要成工作 恩 那 工作其實 要聊的東西 太多了 但我 工作怎麼會 真的 但我是覺得 呃 提一下也好啊 因為必定這樣能思考一下說 如果 將來 就是 開實況 之後你覺得說 沒有收入 然後 你要去工作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要思考一下 也是可以去 對 因為要思考一下後路嘛 因為你不是說 開實況就一定有收入啊 對啊 對啊 你付出你不一定人家 就會給你回報啊 恩 所以必定都要想 後路啊 說你之後如果不開台 然後 不畫圖 然後去當一般的上班族 將來要怎麼樣 對這個 這個問題 好困難喔 呵呵 其實台灣 台灣我是覺得 它的風格就是太多風格了啦 可是這個不是風格 引進太多風格 可是我覺得不是風格 引進太多國 對 因為台灣的風格並不是說 它很多風格就叫風格 是因為它太雜了這樣 恩 呵 那我是覺得 因為我之前有跟日本聊過這個問題 那他就說如果台灣沒有一個自己的東西的話 那現在就做一個啊 恩 其實講得很簡單 但是非常的難 講講真的很難 很難很難 恩 但畢竟就是 這樣吧 因為已經快 台灣已經快來十一點了 恩 對快了 對啊 大部分都是我在講欸 不好意思 呵呵呵 喔 沒關係沒關係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樣子 就是聽別人的 一些想法 因為每個人想法 畢竟不一樣嘛 那可能剛好也會有想法 想法 不同 或是同樣的 想法 就是 多聽聽啊 我還蠻喜歡 聽聽不同的 思考方式之類的 恩 因為其實 我是覺得如果 實況主越來越多 應該會有越來越多這種性質的台出現啊 就是 分享一下自己的經驗 因為有很多實況主是 恩 恩工作 就是下班時間有 就是 就是拿 多一點時間來開台 對然後 可能有時候就會 分享到一下自己的工作經驗 工作吧 恩 其實你們可以多聽一些這種類型的實況台 因為你們可以馬上就知道說 台灣的 工作環境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你們在 進入職場之前可以 先了解一下 恩 大概是這樣 對呀 嗯 那 欸 菱形那邊 就是你有什麼要 宣傳的嗎 現在 宣傳嗎 對對對 恩 以後 因為現在還是放假期間嘛 那 基本上 之後 我開學之後 大概三月吧 三月開始 可能會開始 就是 開台 就是會 Twitch上會開台 那那部分 會在 粉絲團在通知 因為我 我其實真的不常開台 可是 最近有在思考有關開台這部分的 恩 形勢吧 因為其實 本來一開始走實況這條路就是想要走 Twitch 所以後面可能會稍微的開始 多開台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這樣子 好那真麻煩各位觀眾就是多多關注一下菱形的粉絲團 好那 那我這邊 反正就是每個禮拜六的晚上九點就是會邀請一些 朋友啦 其實不一定是實況主 好那 反正就是 前一天我會公佈是誰 那如果沒有人的話就是 我自己開台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菱形來我的實況台上面 然後陪我聊了這麼多東西 OK的 對啊 那 之後的話就是 恩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那如果你還有想要上來的話 你再跟我說一下就好了 好 我這邊會拍時間 我這邊會拍時間 OK的 對啊 那其實 今天也謝謝你 好 其實再做一個總結好了 就是你 你現在有看到你的人設嗎對不對 有看到 那你覺得 她是什麼樣的個性呢 恩 就是看到你這個人設 因為畢竟剛開始 看到自己的人設嗎 看到自己的人設被別人化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她是什麼個性 充滿自信的女性吧 那我也希望你充滿自信 沒有啦我不是這個意思 反正就是 沒有沒有其實真的就是會希望 對透過這點讓自己更有自信 恩 好 那其實今天就差不多了 恩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的收看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六 晚上我就是會再繼續開台 嘿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再麻煩各位就是多多支持 菱形的 粉絲團 那反正有任何 開台的訊息 或是之後的規劃 在上面都會公佈嘛對不對 對 在粉絲團上面 OK 好那 感謝 大家的收看 那我這邊就先 收台囉 恩 各位晚安了拜拜 晚安